问政犀利努力争取地方建设的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李昆成 在立委余天的鼓励下宣布放弃市议员连任 努力准备2024三重区立委选举 他同时也表示不会推派代表参选三重卢州区的议员 会经历浮选党内所提名的候选人 余天大哥他相当关心下一届三重立委的选举 那他也很有使命感 希望能够守住三重区的立委 那所以余天大哥他也特别的召集的现任的三重区的议员 来谈一下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那他认为说是不是要选立委的人就不要选议员 那这样才不会被外界认为说是脚踏两条船 或是假挖来跨挖挖 所以他也询问了所有的议员的意见 那也只有昆成很明确表达出 我将参选这个立委 那也不会登记议员的连任 那也不会推派人出来参选 就是尽力来辅选我们所有现任的议员 这次新北市三重庐州区议员选举 民进党初选呈现八抢六的竞争局面 李昆成宣布弃选 也不推派接班人 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 目前看来是有八位的议员要来参加这个初选 那不过昆成退出议员选举之后 那就会比较单纯化 那变成七抢六 那其实初选之后大选才是考验 所以说昆成会继续努力 在大选的时候 复选我们所有党所提名的候选人 让六席能够全上 李昆成非常感谢于天委员的鼓励 也感谢所有乡亲的支持 他将带着这些动力 前进立法院 继续为国家社会贡献长才 记者轮红采访报导 好